Hello 大家好 我是Sky 大概有一個月沒有更新影片了 因為在上一部影片發佈之後 我就被抓到叫招了 關於叫招的心得 我们就留到下一部影片再說 今天就先來看看解招之後的深坑老街 大學時期常常在夜市看到深坑臭豆腐 就想著哪天我們一定要來親自朝聖 一走進老街入口第一間 先來一份臭豆腐再說 這個味道真的是深坑臭豆腐特有的味道 非常好吃 對了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樣子的VR360影片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前幾步算是在測試如何拍如何剪 再來就是提升畫質 今天也嘗試與平面影片結合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對於VR影片的感想 以及影片形式的看法 吃完燙烤的走兩步路 又看到一間鴨片臭豆腐 鴨片臭豆腐 其實就是麻辣臭豆腐加鴨血 沒什麼特別的 這間鴨片 畢竟是條老街 除了吃吃喝喝少不了特色商店 就羽同最喜歡逛這樣子的商店了 即使用不到也不會買 但看著這些漂亮的東西 也會覺得滿足 大概逛了兩個小時 突然烏雲密布 趁著午後的大雨來臨之前 我們踏上回家之路 山坑老街 出門玩就是這樣 逛逛街 吃吃喝喝 有好吃的 愛吃的東西 也有不好吃的 踩個雷 騎著車 享受到一次30塊 甚至不用錢的停車費 回程的路上 就必須要頂著狂風 淋著暴雨 一次旅行 有好有壞 才是充實的旅程 我是Kai 我們下次再見 到了 1 3 4 3 4 6 4 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